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的朋友是你坎坷时的风与同行 磨难时的信念支撑 真正的朋友是你辉煌时的警示 失忆时的勇气 真正的朋友因你喜而喜 因你忧而容 因你难而疼 因你苦而痛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微信和电话通讯录里有很多联系人 发朋友圈也会有很多赞和评论 可是遇到很紧急的事情 翻遍通讯录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毫不犹豫不同电话的人 认识的人很多 入了心的却没几个 而入了心的那几个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依靠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你身边谁是你可以随时打扰的人 谁是你可以随时打扰的人 现代的人真的太懂事了 不用任何人提醒 就知道什么事可以说出来 什么事该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没有人是做孤岛 可是人人都有太多被迫活成孤岛的时刻 北京女子图鉴里有个场景 像极了活成孤岛时的我们 北漂的陈可生生病了 他一个人去医院挂掉水 打点滴的中途要去洗手间 于是他一个手举着输液瓶 小心翼翼地移到洗手间 可到了洗手间 却怎么都解不开裤子的扣子 几番挣扎 无奈的他只能窘迫地带着枯枪 求洗手间里的陌生的阿姨 帮他解开了裤子的扣子 你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窘迫 无奈的经历 生病的时候 拖着虚弱的身体 一个人去医院 自己挂号 自己办入院手续 自己办出院手续 工作感情遇到问题的时候 无数次想找个人聊聊 可是又把自己对话框里 写好的几百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 缺钱的时候 把认识的人都在心里盘算了一遍 打电话打出去了 话到了嘴边 还是转移了话题 聊些无足轻重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一次次地问自己 为什么这么懂事 选择自己死扛 选择懂事不打扰 并不是过于要强 而是像独木舟写到的那句话 不重要的人 怎么有资格分担孤独 可是重要的人 又不敢轻易打扰 岁月渐长 你终会慢慢理解 这世间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 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不给别人添堵 不轻易麻烦别人 是我们的必修课 粉饰太平 报喜不报忧 是我们无师自通的本事 什么关系是最稳定的关系 现代人的社交关系 真的是太脆弱了 有时候一句话没有说清楚 一段关系就此分崩离析 结束一段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悄无声息 没有大张旗鼓地离开 取而代之的是 漠不作声地疏远 有些朋友 昨天还在一起 热火朝天地聊着八卦 今天就不再回复你的消息 有些同事 周五还坐在你旁边 周一座位就空荡荡 离职连声告别都没有 有些人脉 风光时一次次地请你吃饭 落魄时就假装从未认识过你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离开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变脸 为什么真心换来了死心 无需困扰 不必纠结 结束一段关系 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因为很多关系 从一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古人有句话非常经典 以利相交 利尽则散 以事相交 逝去则亲 以权相交 全失则弃 以意相交 地久天长 成年人怎么建立一段关系 就怎么结束一段关系 所有带着目的性的开始 都注定会在岁月洪流里 因为利益揪割而逝去 君子之交淡如水 慢慢的你会发现 那些牢不可破的关系 真正的好关系 都是无用的 这个无用 是没有功用 没有功利性的 这世间有千万种关系 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恰如网上有句高赞的话 说的那样 我希望 我是那种你一见面 就觉得心动的人 而不是在权衡利弊后 觉得还不错的人 无用的关系 才是最稳定的关系 无用的关系 贵在真诚 贵在舒服 三观相合 不讨好 不假装 不强容 自然而然的相处 才能相处不累 久处不厌 真正好的关系 都是无用的 现代人的生活 都太忙碌 太拥挤了 每天手机 24小时开机 回不完的消息 做不完的工作和家务 赶不完的场 每隔几天 都要认识新的人 新家许多微信好友 但你知道 在你的社交里 有多少是无用社交 在你的人脉关系里 有多少是鸡肋关系吗 在网上看到一个 关于人际关系的解读 简单而犀利 人与人之间有七种关系 离开了就断的 是工作关系 距离也断不了的 是亲属关系 有事才想起的是利用关系 没事约吃饭的是朋友关系 付出不求回报的是母子关系 粗茶淡饭的是夫妻关系 经常互发微信的 是非常不一般的关系 你发现了没有 在这七种关系里 真正不会被岁月打败 现实磨平的关系 都是无用的 那些真正值得交往的人 从来不是那些看中你的优秀 只喜欢你优点的人 而是了解全部的你 依旧愿意和你在一起的人 人生海海 人来人往 比春夏秋冬四季更替 更快的是人际关系的更替 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精力里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就像作家村上春树说的 你要记得那些 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 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 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 逗你笑的人 陪你彻夜聊天的人 坐车来看望你的人 说想念你的人 是这些人 组成你生命中 一点一滴的温暖 是这些温暖 使你远离阴霾 愿你珍重那些 距离断不了的关系 付出不求回报的关系 随时可以一起吃饭的关系 粗茶淡饭 相守相伴的关系 有事没事 互相惦记的关系 余生不长 好的关系 无非是感恩遇见 不付不欠 你出现在别人的生命里 要像一份礼物 也愿你珍视 你生命里遇见的 每一个礼物一般可爱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